这是用鱼油浸泡制作的香水 把它涂抹在兽皮上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 一股烧焦的味道立马扩散开来 这是诱补松雕的好办法 这里是蒙大拿州的萨利石山脉 保罗是一名全职猎人 随着一场大雪的降临 他可以开启诱补事业了 松雕和水雕是他的主要目标 虽然今年的皮草价值略微有些下降 但只要有收获 就能补贴一些油钱 不过在出发前 他得改装一下雪橇 给其安装一个护盾 由于积雪太厚 在行进中 冰雪会掉入雪橇里 从而增加它的重量 导致耗费更多的燃油 保罗在雪橇的前端 焊接了一个支架 然后把一个塑料片固定在上面 一个挡雪盾牌就做好了 接着保罗把雪橇连接到雪地车上 他模拟了一下场景 感觉护盾会非常实用 现在他可以出发了 白雪覆盖的景色美轮美奂 欣赏沿途风景的保罗 却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很好的诱补点 这里是引流山水的管道 如果把捕兽家放入其中 将会是很好的选择 接着他拿出肉作为诱饵 并往上面倒了一些鱼油 这种气味会让水雕欲罢不能 完事后 他继续前进 保罗今年已经46岁了 但他从来没有捕到过松雕 松雕是一种类似幼鼠的哺乳动物 毛皮非常柔软 很受贵妇的喜爱 松雕一般活跃在高海拔地区 所以保罗的目的地 是一处海拔达到7000英尺的高山上 随着前进 历势变得更加陡峭 而鸡血也是越来越厚 虽然困难重重 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保罗 因为他是一名猎人 他只能前进再前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这地方到处都是高耸的松树 树上的雪花不断地飘落 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 保罗准备开启工作了 但他的思绪却飘回到赛季出 老猎人汤姆传授了他一种 怒捕松雕的方法 现在他要照葫芦画瓢了 他拿上一些工具 走入了树林里 然后挑选一根 直径不超过4英寸的木杆 这是因为山上有很多山猫 而山猫是保护动物 所以木杆太细了 山猫就爬不上去 保罗把木杆斜着绑在一棵树上 然后把一个盒子固定在上面 再把捕兽家放在入口处 而盒子的内部 早就放了一块射属肉 接着他拿出秘质酱料 这是用海犁的线体制作的 可以散发出迷人的味道 但到了这一步 陷阱还没有结束 保罗把鱼油倒在射属皮上 再用打火机点燃它 一股烧焦的味道立刻扩散开来 离远了也能诱惑到松雕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保罗忙碌于设置捕雕陷阱 虽然很辛苦 但他乐在其中 就在这时 他看到雪地上躺着一只驼鹿 他热情地向对方打招呼 换来的却是冷漠的态度 保罗黑黑一笑 以此缓解尴尬 现在已经过了狩猎季 所以驼鹿是安全的 保罗继续手上的工作 他把一块海犁肉放入盒子里 然后把盒子放到雪地上 这个陷阱是用来捕捉黄鼠狼的 完事后 他要离开 但驼鹿占据了道路 于是他启动了雪地车 车辆的轰鸣声 终于下到了驼鹿 他直接站了起来 就在保罗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却傻傻地站在原地 释出反常必有妖 果然在更远的地方 有一只更年轻的驼鹿 原来这只驼鹿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于是保罗耐心地等待 直到两只驼鹿彻彻底消失以后 他才驱车返回了家 第二天 天气更加寒冷了 保罗却早早地上路 今天他要查看陷阱 很快他来到第一个陷阱处 这里直接带来了惊喜 一只水雕被套在捕兽家上 已经冻得硬邦邦了 保罗欣喜若狂 因为水雕带来了一个完美的开局 等重置了陷阱后 他继续出发 经过一段时间 他来到了第二个陷阱处 可惜这里没有任何收获 他继续前往下一处 而第三个陷阱同样令人失望 保罗的心情有些失落 这就是成长过程 心态的转变容易带来好运 果然下一个陷阱就有了收获 这是一只短尾白柚 虽然价值远不如松雕 但是辽胜于无 同时表明 他的诱补技术得到了考验 所以抓住松雕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蒙大拿州的烟草山外 一场创纪录的暴风雪席卷的这里 位于红宝石谷里的美洲狮 大批次等从山上下来 开始骚扰牧场 猎狮人杰克名威寿命 他顶着恶劣的天气 要与这些掠食者博弈 将他们重新驱赶到山上 而猎犬小队已经蓄势待发 但为了节省体力 杰克还要继续送他们一程 沿着山境小路 行进了一段距离 杰克看到美洲狮的脚印 他分析情况 感觉轨道还比较新鲜 是时候轮到猎犬的上场了 他们经过训练 可以轻松捕捉到 空气中弥漫的气味 顶着厚厚的积雪 他们一蹦一跳地出发了 杰克则迂回着上山 这样可以少走一点路 等他来到半山腰上 拿出定位系统查看 发现猎犬们依然在这个山脊上 方向是一致的 他还可以继续前进 可不知为何 前进了一会儿 雪地车却突然熄火了 杰克试图重新启动 但马达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他拆开盖子检查 发现排气口非常烫手 经过一番检查 他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而这时GPS发出了警报声 杰克拿出来一看 他们停在了某个地方 应该是堵住了美洲狮 算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通过这个卫星设备 给妻子安妮卡发送了一条短信 让他过来帮忙 现在他要去把猎犬们找回来 攀爬了一段时间后 他终于抵达了猎犬那里 他们果然堵住了一只美洲狮 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 说明这次的驱逐非常成功 而此地距离牧场已经有12英里 是时候结束追捕了 杰克带着猎犬们回到了雪地车那里 很快夜幕降临 但迟迟看不到妻子的身影 他拿出狗粮喂给猎犬们 然后寻找一个 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今晚得在野外过夜了 他依靠着一棵树 搭建起来一个简易帐篷 然后带着狗一起钻入了其中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夜